食物有五味对吗 这种苦我们就叫做苦寒 苦寒 苦寒也就是它非常轻火 因此在夏天吃是非常好的 尤其是呢 有几种人可以吃它 第一就是经常扁桃腺会肿大的人 经常一发烧一咳嗽 它扁桃腺就肿了 然后就非常难受 这种人说明它火大 平时就经常吃这个苦菊 第二种人呢 就是经常容易上肝火的人 也是可以多吃苦菊 第三种呢 它对于窗毒的效果很好 窗毒 窗毒是什么毒呢 古代的人 他就会身上有时候长个毒窗啊 你们听说过 那这种人 这种体质的人都可以多吃苦菊 现代的人呢 不长毒窗了 就在脸上长青春痘 所以经常脸上长青春痘 是长在满脸的部位 并且这个痘痘经常会 又红又肿 最后出个浓头 化浓的这种 就适合多吃苦菊 欠伤持续菊 咱们 可